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在希腊神话中有伊卡洛斯 是有关太阳的故事 它其实在台湾的布隆族群里面 有关于一个叫色日英雄的故事 布隆族 那是台湾的原住民吗 对 这个在原住民族委员会官方网站 有更详细的介绍 我想进去看看 那布隆族有什么样的神话 这个神话也是关于太阳 那就是在很久以前 太阳也是晚上会升起 然后还可以有另外一个 所以会有两个太阳 那因为太阳有两个所以太热了 把布隆族的一些农作物 还有一些任命给晒伤晒 都哭掉 对 所以布隆族的勇士 就去猎杀其中一个太阳 那这太阳被猎杀之后 他很生气的说 我帮你们照顾龙族 叫你们来猎杀我 所以他就变成月亮 这样子 哦 那布隆族为了就是 因为月亮的存在 所以他就后来来 激发这个月亮 跟太阳的系统 嗯 但是我想请教一下 因为我刚刚上个礼拜 介绍的坛军神话 就是韩半岛里面的 族群的神话 那台湾这种 一个一个族群的神话之外 有没有台湾全体 共同的一个神话的存在 台湾整体共同的一个 一个神话的存在 应该是比较少 但是大部分都会 耳熟能想像这种 设计日以久的故事 是后来的人 现在都会知道的 但是各注意到 他们不同的神话的存在 哦 哦 果然 他的多样性的存在的发展 比较多 嗯 好 哦 所以在这里 再一次发现 台湾原住民各个族群 都有独特的文化 文化传统 然后这种多样性 好像真的比较有代表性的 台湾的那种文化的样态 是吗 对 好 那我们回去我们正传 那今天主要讲的就是基子 基子不是朝鲜人 而是中国人 那他怎么跟朝鲜有关系的呢 有关基子的记载有很多 那原厅主教你应该听过基子的故事吧 嗯 对 同学们应该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存在 那要不要讲看看他的故事 那基子的话是商朝鲜王的叔父 嗯嗯 那周王作为这个商朝最后一任的佛王 就是比较暴虐武道 嗯嗯嗯 那基子身为他的臣下 嗯 就常会劝劲他这样子 嗯嗯嗯 但是周王并没有听从他的劝劲 嗯嗯嗯 反正后来把他关了起来这样子 嗯嗯嗯 然后所以基子后来也就是疯狂 就是假装疯狂 那他最后就被囚禁了起来 到了周五王这个灭了商朝以后呢 就释放了基子 嗯嗯 然后并向基子询问这些治国之道这样子 哦所以基子可以当他的 就是老师嘛 周五王的老师 但是基子应该不是他 不想成为他的丞相 对所以基子就代你一批遗老 他就到了朝鲜这样子 嗯 那这也是说 基子在朝鲜很像巴西的故事 哦是这样子 但是基子怎么去朝鲜的 对这个方面有一些不同的内容 等一下我们可以确认 那么这个基子这个名称 怎么来自哪一个事实呢 基子是他的封地就是基 所以基所以基 所以基 然后子就是他的绝位 所以基的子 这就是基子 这个名称的来源 这边是印讯 这边是印讯 就是之前商朝的 这个以前商朝在的那个地点 就是这里 安养市 那么我们在这里看一下基子东来说 基子是中国人 基子是中国人 所以在中国的史书里面也有有关基子的记载 先看上书大传里面有什么样的内容呢 所以上书大专的内容的重点就是基子他 周武王他成功以后释放基子 但是基子不愿意成为他的成效 所以他自己他自愿去朝鲜 武王后来听到基子已经到朝鲜 所以奉他朝鲜的同志这样子 所以但是我们在这里要注意的是 上书大传是什么时代的 应该是汉朝的 汉朝的书籍 然后这本书现在不缺 所以也可以参考这个内容 但是无法确定这个是正确的内容 另外一个是在司马前的史记里面 顺为之释迦 这边也有提到基子 这边提到的内容大概有什么样的呢 基子者奏亲戚也奏死为相助 基子探曰彼为相助立为欲卑 为卑则必失远方真怪之物而欲之矣 鱼马公事之见此事不可正言 所以这边的重点是什么呢 奏王的有什么样的缺点 奢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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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種事情不能做 然後乾脆自己裝作瘋狂這樣子 然後呢 武王既客音訪問姬子 於是武王乃封姬子於朝鮮而不成也 其後姬子朝舟過故音區 敢攻勢毀壞生何屬姬子喪之 欲姑則不可 欲氣為其淨婦人 乃作賣秀之師與歌詠之 所以這邊說 武王他訪問姬子 然後武王奉姬子於朝鮮 所以跟上述大專的內容有些不同 上述大專有什麼樣的呢 上述大專只是說姬子自願跑去朝鮮 那這邊是武王奉姬子 所以姬子到朝鮮這樣子的 就是不同內容 那這邊所以然後姬子呢 還有這邊有註明說 說武王不認爲姬子是他的臣下 不當成他的臣相 但是姬子是要向武王報告 所以他朝請武王 那個時候經過之前商朝的地點 然後他這邊感覺有一些情緒 那有什麼樣的呢 他就覺得說以前的商朝已經成為類似廢墟這樣子 所以感覺很難過這樣子 很難過 所以他最後作詩說 麥秀見見兮 耳鼠游游 比腳同兮 不與我好兮 這是什麼意思 這邊他們指 服務 對 依然 很好 然後呢 這邊是什麼 就是比腳同兮 應該指的是咒王這樣 咒王 然後就是 不與我好 西 就是跟他可能就有些不合這樣子 所以他旁邊的以前的移民 對 他們聽到他的這個四個 也很難過這樣子 很難過 是這樣子的內容 就是詩記也是漢朝的 所以兩個文獻都是在漢朝 就是成立的文獻 那姬子跟唐君有什麼樣的關係呢 我們再提醒一下 上個禮拜看的三國儀式 記憶裡面的記載 就是唐君他 越國幾年 一千五百年 不知道這是真的假的 那周五王他幾位的吉馬年吧 吉馬年 那年奉吉子為朝鮮 原來三國儀式也跟實際一樣 奉吉子 然後因為他被扯奉 所以到朝鮮的 剛好那個時候 唐君還在韓半島那邊 所以唐君跟吉子沒有開戰 然後唐君為了他 他離開了 然後唐唐經 後來呢 他在阿斯達這邊 成為山裡面的三神 他的壽命一千九百零八歲 那對唐君跟吉子 朝鮮儒者有什麼樣的反思呢 我先介紹一下唐君跟吉子的傳說裡面 有不少的荒誕不驚的內容 但是文獻紀錄沒有很多 所以不容易考證 對這種問題朝鮮儒者有什麼樣的想法 那徐紀錄他是15世紀活動的朝鮮儒者 他因為受亡命 所以編傳東國通鑑這本書 應該是史書吧 歷史書 那東國也意味著朝鮮通鑑 我們看到通鑑的時候想到的 中國的書目是什麼樣的呢 司馬方的自治通鑑 然後更重要的是朱熙 宋朝的南宋的朱熙 對自治通鑑 在用綱目來分開的 分析的那本書是自治通鑑綱 所以朝鮮時代 因為朱熙是官學的那個國家 所以大家比較容易看 常常看的就是 宋朝的城鑑 學系列的那邊的書籍比較多 所以這邊出現東國通鑑也很容易理解 然後他在編傳的時候 把譚軍 譚軍朝鮮跟記者朝鮮一例放在外籍 不是本籍 放在外籍 然後他表示說 補籍的內容無法確定 這是正確還是不正確 所以他無法這種空眼直接在朝鮮史書的本籍裡 所以他先放在外籍以後 也把譚軍對譚軍的說明這樣寫 譚軍並立於唐瑤 瑤順的瑤那個時代 那譚軍在的時候 朝鮮的風俗如何呢 明、自純、俗、自朴 這樣的比較純朴的那種習慣 在這裡 因為有譚軍的關係 那機子呢 機子跟譚軍的角色不一樣 機子因為受冊鋒來 因為由周武王的冊鋒來朝鮮 就是他支持司馬前實際的紀錄 然後因為過著化存著神 這個來自孟子的 那過著化就是機子這邊在 所以這邊經過的人都得到教化 然後這種現象對人民的心裡面的 它的作用非常神妙 可能可以這樣解釋的 這個內容來自哪裡呢 引用來源就是許記正 他把東國通建完成之後 給國王的時候寫的內容裡面 他這樣提到的 那麼另外一個南九萬 十七、十八世紀活躍的朝鮮獨 他這裡寫了一篇可以說類似論文的 東時辯證 他在這裡提到譚軍機子紀錄裡面 所不可信的內容 他在這裡加以辯證 他對譚軍 先說這個譚軍為神人 或者他為國一千五百年 然後他的壽命一千九百零八歲 這種黃旦不可考的內容 他認為應該需要辯證 那對姬子呢 他有什麼樣的說法 古王既不成之矣 姬子乃自甘為成 而作朝景之行者 寧有此理齋 其無閒盛餘 然後呢 終不敢直視其淡望 兩可凱也 所以他在這裡 他的重點是什麼 武王跟姬子之間的 不成這個問題 他可能 他認為這個要辯證 所以他的重點是 姬子 我們看那個紀錄的時候 好像姬子很願意 從來 周武王的臣下這樣子的感覺 因為他這邊他朝近 他找周武王 所以他說這個沒有道理的 就是聖賢 那他為了這個聖賢 聖賢就是姬子 為了他清白這樣說呢 然後另外就是黃旦的內容 也不能這樣做 但是我們要注意的是 他對黃旦不禁的內容 他想要加以辯證 但是他從來沒有 博定彈君 極致的存在 所以 他的重點所在 有些不同 也可以 下面的內容 來看南九萬的 他的重點 東史辯辯證裡面 先有彈君這個項目 他怎麼說呢 舊死彈君祭雲 有神人下降 泰伯山彈幕下 國人立為君 石塘堯虛成歲眼 至商武丁八年以位 入阿斯達山為神 指桌出於三寒古祭雲 而今考三國儀式載古祭雲之說語 其有黃國第四 術子環雄受天福音三故 帥徒三千 將泰伯山頂神坎樹下 未知神士 智慧環雄天盟也 將帥禮風伯與師 云師 在世至禮教化 只有一雄常祈禱於神雄 願化為人 所以這邊介紹的彈君神話的內容 好像我們上個禮拜看的 三個儀式內容差不多的 所以介紹他是誰的兒子的兒子 這是環雲 上天的環雲 然後他的兒子的環雄 他下來 然後地點是泰伯山那邊的 這邊叫做神士 然後環雄 他這樣帶很多天上的有類似神的風雨雲師 然後下來想要統治這寒半島的人 剛剛一隻熊一隻老虎這兩個 他們想要成為化為人 所以這邊 那三個禮拜看的有一些重疊 但是我們再一次看整理一下他的內容 熊以靈愛一柱算二十枚 熊十隻三七日得女生 美於彈樹下住院永韻 熊乃假化而昏之 深之冤彈君 所以彈君終於出現了 他是這個一隻熊 他吃了大蒜跟艾草 吃了二十一天化為女生 然後還有他的願望 就是想要化為人 那後來他成為女人 然後就是有得到環雄的允許幫忙 所以生一個兒子 這個就是彈君 彈君的時代是什麼時代呢 以唐瑤更引稅不平衡 美國一千五百年 所以唐瑤的更引稅 但是我們猜測 更引稅是以前文獻裡面沒有出現過的 所以這個記錄者隨便加進去 因為如果說跟唐瑤同一個 哪一年的生存的彈君 這樣子的話好像很有根據的感覺 所以這樣寫了 然後他們的城市就是平南 他一千五百年 可能是無法活到一千五百年吧 然後 周武王吉卯風姬子於朝鮮 韓君乃於藏堂金 後還引於阿斯達為三神 瘦一千九百八歲 周武王吉卯好像 那個三國儀式裡面 也有提到吉卯 但是我們不知道周武王他 他在位的時候的吉卯是哪一年 這樣後來的記錄更仔細的 應該是後來的記錄者自己 他加進去的 這邊採取的是 即使被撤奔 所以來朝鮮的內容 但是另外一個內容說 即使他自己來 然後後來周武王順便撤奔 這樣子的 有兩個說法 這邊採取的是 他撤奔而來的 彈君為了他讓 然後成為三神 所以他在這裡講 彈君不是從上天下來的人 就是從上天下來的人 是彈君的父親 所以我們可以推測 當時的人 很多人誤解 彈君是從上天下來的人 他說不是這樣子 然後他出生在彈樹下 所以叫做彈君 不是從上天下來的那個地點 是有彈幕 所以應該當時的人誤解 這兩個事情誤解 他在這裡跟大家講 你們誤解的內容 不是事實這樣子 然後呢 必其縮妖屋彼案 除不足以狂屢相之兒童 作使者 岂可全性此言 哪以彈君為神人之駕 而婦怒三為神乎 所以這邊他說 這樣子的比較龐蛋的內容 他是呂相的兒童也不會傷心的 怎麼會寫歷史紀錄的人 全部傷心都記錄下來呢 然後呢 且堂堂以後歷年之暑 中國史書及邵氏今世書 可討兒之也 至遙更隱至武王吉卯 僅一千兩百二十年 然則所謂玉國一千五百年 受一千九百八歲 其屋不義勝乎 然後呢 他後面 他解釋什麼樣的呢 就是從唐堂到這個所謂的 武王吉卯年 實際上 因為中國史書上有記載 所以這只有一千兩百二十年而已 那這個所謂的 彈君御國一千五百年 這種說法應該是錯誤的 嗯 他 彈君立國千余年之間 竟無一世可記者 而獨於屠山玉國之會 稱以前子入朝 其假托附會 誠意獨足言則矣 因為那個彈君神話裡面說 他就是前兒子去參加屠山玉國之會 那這邊屠山玉國之會是什麼呢 是指我們都知道那個大魚治水的魚 他的一個部落會議 那就是他就是在屠山這裡 要請諸侯來參加這樣 是他們帶微博來參加嘛 所以他說這邊應該彈君在位的時候 有發生很多事吧 那只有這個是來記錄 這個應該不是真的 他假托不會的內容 這是不要相信 然後呢 且其言彈君之受者 本季虛彈 而諸書錯出 亦無定說 所以很多有關彈君的壽明的內容 看這一千多久歲 一千多歲這樣子的是很荒誕的嘛 但是很多書有不同的數值來出現 沒有定說 讀全陽春靜 映智詩雲 傳世不知己 歷年曾過千 其歷年之主 不約彈君之受 而約傳世者 其於傳遺 破差盡矣 那彈君的壽明 本來非常荒誕 因為一千幾百多歲這個是荒誕嘛 但是很多數值裡面出現 然後數值有點不一樣 所以可以說沒有定說 但是之前朝鮮出去的陽春全靜先生 陽春是全靜的號 他大概高利朝末期到朝鮮朝初期活動的人 他那邊做詩的時候 英字詩就是他國王給他運的時候 他那個運來做的詩 那邊說傳世不知己 他彈君的傳世 不知道大概幾年 然後歷年可能是超過一千年 所以南九萬先生 這個陽春全靜先生 當彈君的時候 歷年他只說傳世 然後沒有說彈君大概他活到幾歲 沒有這樣寫的 所以基於傳遺或差境內 所以這樣寫比較好 因為我們具體的數值 沒辦法證明的 而且歷史書籍裡面的紀錄都不一樣 所以只有這樣寫比較好 所以這邊他們有人說這個數值不太正確 不可信的內容 這個寫話裡面比較多 但是他們好像從來沒有否定 彈君實際上沒有存在過的人 或者基子實際上從來沒有來到朝鮮 有這樣子的說法 這是南九萬對基子有什麼旨意 我們看一下 基子於為子之問 已有往為臣服之語 顧英王之後 復育在周五服之內 避之海外之地 何嘗受分補之命於五王齋 所以在這裡已經可以發現 南九萬對基子有他質疑的重點 他基子跟為子應該以前在商朝的朝廷 在一起 所以為子問過基子 那個時候基子回答說 他沒有意思在這裡 在周朝當城下的意思 所以果然他商朝滅亡之後 他不想在周國家的五服之內 所以他避開了 要去海外這樣子 但是南九萬在這裡質疑說 怎麼會他這樣子的基子 怎麼會受命 就是五王給他的分土 就是撤封到朝鮮的 應該沒有這種事 然後呢 然後呢 那種書多以為五王封基子與朝鮮 有若襲命受封者難 就死亦成奇妙 無所事政 此不但為我東此書之詩實 其有備於基子至敬之意 如何在 所以他的終點是要給基子清白 他至敬之意 他是這樣子的人者 所以我們要知道基子 所以我們要知道基子 絕對不會成為月曆 成為這個周朝的成效 是這樣子 但是我東時 我東時書 這邊也有錯誤 然後應該 中國的史書裡面也有錯誤 讀紅範大傳曰 基子不忍舟之事 走之朝鮮 五王聞之 應以風之 這個紅範大傳指的是 商書大傳吧 那邊說 基子先走到朝鮮 後來五王跟著這個事事 來撤封他的 然後呢 鄭康誠曰 不忍舟之事 諸我君而事已 賢明苟眠也 此為德之矣 所謂因而封之者 非受命就封之未也 所以他也引用 因為引用 中國的住民學者的話 可能可信度上升 所以他鄭康誠 是誰呢 是鄭康誠 鄭康誠 然後 又引用 這是什麼 司馬謙的史記 司馬謙的史記 那邊說什麼呢 五王封基子於朝鮮 而不成也 又曰基子朝周 或因虛 啃而做麥秀之歌 亦五王既不成之以 基子乃自甘為成 而做朝景之行者 零有此理哉 其屋勝賢勝矣 避其言前後 自相備立 死後人得便其屋 事者信也 所以他的重點是 如果再要而言 是什麼呢 就是司馬謙作這個史記 史記上 是有埋下伏筆的 這個前後實際上是矛盾 所以後人事實上看這一段 你就可以了解說 這應該是 不是正確的事實 所以他想要做的 要給這個聖賢 就是誰 基子 這個聖賢的基子 不可能做這種事 他想要幫他 就是要這裡證明他的清白這樣子 然後 且皇民太宗永樂年間 有道士含虛者為好者 即至古帝王年代之屬 名曰天韻少統 其路基子曰暗周始云 基子率中國五千人入朝鮮 其師書里悅依乎陰陽普世之流 百公基義皆從而往焉 所以這邊在介紹 這個天韻少統裡面的內容 好像非常詳細 所以之前說基子大概到朝鮮 或者被側供到朝鮮那邊同志 但是後來這樣仔細的說明幾千個人 然後他帶著到朝鮮的書籍 大概有什麼樣的書 然後帶什麼樣的人 這樣子的非常詳細 越來越詳細 覆曰半萬嬰人渡潦水事也 既治朝鮮言語不能通 異兒之之交以失書 使其知中國禮樂之志 父子君卿之道死刑 五常之禮死輩 較以百公基義 一污陰陽普世之術死有焉 所以看起來這樣越來越詳細 然後呢 勿三年人間像話 崇尚信義而堵無數 釀成中國之風 可謂盛化 教化以勿喪冰鬥 為一日之亂十年不定 生命苦嘆不能安其夜 不以德福強暴 鄰國皆目其義而相親之 視為中國之反方 勿力帶親信於中國 受風絕朝貢不絕 理義之道不缺 一貫之度 西同中國各代之志 戶曰 師叔禮樂之邦 仁義之國也 而既治使之 所以既治來到韓半島那邊 五到三年到底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三年 五到三年既治就把這邊 朝鮮人民都有叫化 然後變成獨信農家之風 他就是學了這些信義道德之類的 所以他們在這裡強調中國之風 當時對他們來講 世界第一的文化國家就是中國 所以養成中國之風是非常好的 這是讚美 然後他們他們的一貫制度都跟中國各代的制度差不多等同的那種水準 這樣子的話都是讚美的 所以因為脫機子的統治 機子的教化之福 所以他們這個國家已經成為仁義之國 這樣子 然後呢 舊時盡慶其說載之於別 但以半萬一人渡了水 不知出於何出為根 何中不敢只赤其淡忘還也 對 對 所以很久以前的漢朝的紀錄 或者三國議事裡面的紀錄 好像不至於這這麼詳細 但是後代的 或者另外一本星際不同的書裡面 好像內容太詳細的 所以他說這種荒誕的內容不能直接相信 機子以王國之語 不過海外 則從義之徒 想必無幾 所以他王國的這種情況下 他逃走的時候 避開 就是騎者避開的時候 可能沒辦法這樣做到吧 詩書之文 李悅之氣 其能襲擊而行 私以難以 就是這種帶這麼多的東西 可能沒辦法 何況依烏陰陽普世之流 百公祭義之人 又安德一一被蜀而歇來呼 對 然後呢 我國文明之教 雖曰始至機子 而魏士以後 士郡二輔三寒三國之際 瓜分鬥歌 日誓冰爭 宜教抗難 化為宜迪久矣 所以他的解釋就是 因為機子來了 所以成為一個文明國家 但是後來的歷史當中 又成為遺體的地點 這樣子 然後 至今遺跡之謹傳而姓文者 只賴斑始之略極 而所謂八條禁目 亦不去見 難者 還須此所案周死 出於何人 何乃能 查查也如此齋 是 又在一些書籍裡面提起過八條禁法 即使古朝鮮時代 那邊也有八條禁法說 這個大概是有人偷東西的時候 給他有怎樣懲罰 又殺人的時候又一樣殺那個犯人 這樣子的八條禁法 但是其他的詳細的那種史數裡面 我們看不見這樣子的內容 然後他們那裡也含蓄指 他指的周死到底是什麼樣的書 他們都不知道 然後 且俗傳平朗外城田仇經戒之姬 是姬子之一字 於地聖然地載景田曰 姬子驅化移姬晚蘭 近視久安寒白千 著說作圖 以正其必可信曰 其字皆為田字行 田有四驅 驅皆七十畝 七十畝本因人分田之字也 在這邊介紹 平朗那邊 這個是以前 檀郡 然後姬子都在這裡 統治嘛 所以有人 經過平朗的時候 發現姬子的一字 有人這樣說的 所以他 比如說 十六世紀到十七世紀 火月的 韓白千這樣子的人 他曾經說 我去過平朗的時候發現 喔 姬子實行的那個景田制度 本來那個不是景字 而是這個田字 然後總共分開四驅 這樣子他也 制度有關那個制度說明 但是 南九安的想法是不一樣的 語意成欲物於其地 虛化之志本非景字行 則其稱以景田者望也 其所云田字行者 亦界限漫漫 不慎明白 可不如圖說之言 至韓宮至今 僅五六十年之間 舔行之變已如此 則至基子以來 兩千餘年 千騷萬戰之魚 陳郭山川 亦多編毅 況可信其田界之上存乎 韓白千他十六到十七世紀的初期的人 那南九安呢 南九安是十七世紀 中期到十八世紀初期的人 因為韓先生跟南先生之間的差異不久 但是以前基子到韓白千先生的時間距離非常久 但是韓白千先生他說我明明在平壤那邊 看到這田字 但是南九安他去看看沒有什麼田字 所以他這樣說 韓宮到我大概五六十年而已 那田字已經改變 全部沒辦法看到田字的 接近來兩千年都留下來那個田字 然後韓白千先生看到怎麼會有這種道理 因為我想韓白千不能說他全是說謊的 只是韓白千先生相信這個應該是天字 所以這樣發現的吧 但是南九安先生他不會相信的 所以他那邊看到的田地裡面也看不到田字這樣子 然後最後 所以南九安先生的結論是 雞田就是雞子那個景田那個是大概我們怎樣了解比較好 大家會覺得說雞田是真假事實上沒有那麼重要 但是因為這都是後人給他賦予的一個價值這樣子 對 所以這個守廟的老人給你看的這支筆 是真的雞子那個時候的還是什麼 就是守廟老人說的算 是所以雞子以前使用的那支筆 不可能留下來17世紀18世紀 所以我們他雞子大概我們這樣了解就可以的 他這麼說 所以我們根據上述的南九安的說法 我們能夠發現的是什麼呢 朝鮮儒哲他們也不完全相信 唐君跟季子的紀錄有很多荒誕的事實 荒誕的內容 他說這個不可能全部相信的 但是他非常認真探討事實的部分 所以他們朝鮮時代的儒哲他們在文化認同上 以季子為基礎 但是如果說為了崇拜季子而放棄彈君的話 這種說法也沒有根據 又南九安他要賦予季子真正當當的名分 所以他為了季子就是在那裡辯證很多 所以朝鮮儒哲他們認同的季子 不是因為他是盜過中國的人物 而是因為他是以人者人人所致 雖然朝鮮時代的儒哲他們都認定 季子跟彈君的存在 不過對這個故事的具體內容 他們大致上都認為這是恍誕不盡 到了殖民時代 就是日本來去年朝鮮 然後成為日本的殖民地的那個殖民時代 韓國人的話已經不再崇拜基礎 相對的強調自己是彈君的後裔 為什麼那麼強烈的強調彈君嗎 因為他們想要爭取國家獨立 所以需要固有的祖先 是國家民族為基礎的這種想法 但是朝鮮儒哲的話 他們不僅沒有因為國家認同 而排斥中國的人者 而且也沒有理由以中國的人者 來排斥朝鮮始祖彈君 那近代疑惑 雖然有些愛國主義者曾經 貿然排斥外國 但是如果能兵持朝鮮時代的儒者 將彈君認同跟基礎認同 融合為一體的這個方法 可以用這種方式的話 或許我們今日東亞這邊 可以將國家置於安台之境 這是我個人的意見 最後我想提出這種思考的問題 朝鮮時代的儒者 他們對基礎傳說的反思 他們的焦點在哪裡 我為什麼提出這個思考呢 因為我們朝鮮儒者 對基礎傳說的他們的想法 這個好像提供我們他們 朝鮮時代的儒者 他們的思想基礎 所以請大家思考一下 所以請大家思考一下 請大家回答 請大家參考一下 請大家看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